苏年轻你怎么还不来 接我回家啊 我跟他们说 去准备 吴燕 你猜今天下午谁来 我来得力 粗补了 算了 这不重要 十一鸡嫩 嗯 嗯 西姐刚刚我说的 说是公益广告 她经纪人就同意了 但是星星约的是 她自己录一句话就行了 今天早上啊 她经纪人突然打电话说 已经愿意来我们录一室一趟 这回可终于有机会见着她了 不过啊 听周诚说 她这个人特矜持 听着个鬼啊 不就是录个节目吗 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 这可都是来看一斤的 好啊 没我之后过得倒是更好了是吧 行 笨死了 怎么才这几天功夫 就把自己弄上了 不对 老天开业 就给让她疼几天 疼死她了 好 姐夫姐 来 跟领导倒是你能我能啊 示威是吧 行 真行 哎 那个 三五爷 储在那儿干嘛 还不赶紧给坑人倒水去 星星老师准备请你 也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呀 是啊 知道了 谁啊 对 不知道 谁啊 怎么回事啊 别死了 录节目的是 跟我经纪人谈就行了 真的啊 有心理能不能欠名啊 不是啊 别再说 怎么觉得我就想要回家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能不能給我 你現在是很舊的 我好爛 吳燕 你一會兒要不要 找一金老師簽名啊 如果要的話 你可不可以也幫我要一下 一金老師 簽個名吧 什麼意思啊 小姑娘挺緊張的 拿個便利貼就來了 你要不就給簽一下吧 我的手受傷了 不好意思啊 下一次了 下一次就行了 那吳燕 我就先走了 我去找夏聶希 看怎麼還不開始 我去找夏聶希 吳燕 我正好想問你 你真的要去吃池塘嗎 那多美营养啊 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完事还可以一起看个电影 那家西餐厅真的很好吃吗 其实我也没去过 不过网上的评价还不错 是牛肉可以随便吃对吧 牛肉 当然 吃牛排的地方可不就是吃牛肉的吗 可是 吃完饭看电影的话太晚 我 我回家不太方便 嗨 这你别担心 我开车送你回家 真的吗 那你可真的是有福了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朋友他真的 桑无音 跟我回家 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情 不就还好 ayd静老师 咱们有话好好说 也不知道 吴燕刚在哪里做的不足 要不我带他向你道歉 老师 你给我这个干吗呀 我又不想要 不是你说了 贴着单名字的标签 就是私人物品 我什么时候 那你好歹也写个自己的名字吧 你这写个艺人的名字 搞得我跟你粉丝 要你签名似的 知道我的名字写的点字有多长 你也拿我们放不下 算你听你 你好可爱哦 闭嘴 你居然叫我闭嘴 你居然对你心心哺哺 我追回来人说闭嘴 孙静晴 你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感觉到了吗 你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哦 别闹 我就闹 他突然特地来电台 难不成就是为了 对啊 这不都在眼前了吗 他最近啊 好像是青春期来了 你 没事吧 你没事吧 在干吗呢 小路找人修好了 那归我啦 那归我啦 是不是很好看啊 呆在你手上有点大 现在就实行女生带男表 很酷啊 你喜欢就好 这个不是你送了一道歉的礼物吗 我当然得收下了 喂 嗯 嗯 你妈妈打来的 嗯 我看手机上有我妈打来的 一切电话 是你借的吧 他说什么了 嗯 没什么 就问了一下 你认为答辩的事 哦 吴言 嗯 你有没有什么事 想要告诉我 嗯 应该 没有吧 啊 对 我之前弹你家这宝贝钢琴 弹得不耐烦的时候 我 踹了两脚 是吗 我当时是很害怕来着 但是后来我一想啊 这宝贝钢琴 怎么着也不能由我重要吧 对不对 嗯 那些 我好像也没有认真地问过 你到底为什么想要做辞职人啊 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嗯 有呀 虽然我看不清这个世界 但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算起来 也是一种报仇 骗人 你才舍不得呢 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这种报仇的方式也太酷了吧 让我来学习一下 你知道我是有效行吗 还是有人跟其他赛职宅 就是我的QA 然后我在 Addición 别人来说 小卫 就像个鸡蛋一样 等一下 我们先不要靠这个了 一般人学这个曲子的话 需要学多久啊 每个人天赋不同 有的人三年 有的人可能几天就醒了 那我呢 我呢 这个不好说 哦 那不要学了 主要是你好像 教得很痛苦哦 不及桑小姐学的痛苦 这 本来想在最后一节课上面 给学生们露一首 然后华丽地告别 他们 这个 亲爱的 今天就是老师给大家上的 最后一堂课了 当然 明天的交友老师还是会去的 以后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真的很感谢你们 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都很开心 也感谢你们让我成长了很多 谢谢你们 起立 谢谢 方老师 你 你倒是不难过吗 我还以为 我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明天不就是要一起出去玩的吗 小鹿姐呢 还没过来吗 嗯 她有事 哦 这样啊 那 那我们打车回去吧 吴燕 嗯 我想 我们能不能坐公交车啊 哦 原来是想和我一起坐公交车啊 坐公交车多没意思嘛 我带你样马路 我父母就是这么谈恋爱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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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刚的陪灭你都哼歌啊 没有啊 明明就有 我听到了的 你唱歌很好听啊 一下子就在那个地儿了 哎 你以为我没有学会这么走调 那你可以唱你自己写的曲子呀 不要 唉呀 你唱一下吧 不要 唱给我听一下好不好 不要 哎呀 啊 你唱一下 同学们 排好队 莫拉老师这边走啊 注意脚下啊 来 来 排好队 二 一 二 来 跟老师们前走 一起往前走啊 排好队 排好队 你们有没有闻到青草的味道 那有听到湖水的声音吗 那这个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呢 还有这个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你就是觉得 要是这么好看的景色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能看到就好了 我们就下冬的景色 能看到你 你也太快乐了 你也不想拍照 因为真的还有个小王 也不想拍照 吴燕 吴燕 小薇 你先跟李老师 还有同学们回去 我找谁就去看你 好 李老师 苏老师 抱歉 你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小薇 我得先去找她 那好吧 姑娘 干什么呢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公园里有没有那种 事物招领的地方 我丢了东西 我就是刚从管理所过来的 今天我们那儿 也没收到过 丢失的物品呢 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啊 说不定就是掉在地上 收垃圾的阿姨 不小心扫走了有可能 要不你到垃圾分类处去看看吧 今天的垃圾啊 还都没收走呢 是吗 谢谢您 吴燕 你怎么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走啊 我着急找一个东西 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会找不到的 那你更应该让我陪你啊 你怎么走那么让人不放心啊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马上就回来 等我啊 你 在哪儿呢 到底在哪儿呢 我们不都说了让你不要来了吗 你那么爱干净来这儿干吗呀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别找了 到底找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丢了我们再买不就行了吗 买不到了 是我跟你录的书 你之前说看着挺有意思的那个电影 我在我同学的手里 刚好看到了有那本书 就想说 我们把它录下来 发给你来着 结果我只录得剩一个快结尾了 我就找不到了 他找到了 太好了 还没换 太好了 还没换 太好了 还没换